明天, 明天 兵哥…聽人家說 你要儲替胡理精進門口是真的嗎 你這個人, 我說了百多次了 為什麼我說話你不聽 聽完三姑六婆說 人家挑撥是非, 用個腦子想想 如果不是真的 你就帶我去見胡理精 你三口六婆不說清楚 我沒你這麼瘋, 要去你去得夠 我約了人做生意, 你給我滾 你不說清楚, 我不走 你這麼活該, 要我說清楚是嗎 我就說清楚, 我是要儲他, 你吹嗎 你… 真怕嗎 整天都嚇了乾燥無風的三尺浪 我告訴你, 你繼續這樣搞下去 我真的丟了你 聰明的就是你去打你的麻將 其他事你不要管 如果再這樣搞一搞震的時候 就一拍兩散而已 我一定會丟了你, 我告訴你 走吧, 坐在這裡幹什麼 妨礙我談生意 庇哥, 夠威風 沒辦法, 家裡的女人又不生性 只剩你一個, 不會把夫妻 我呢? 幸好他臨時有事就來不了 否則你跟他合作做生意的計劃 早就已經富之東流了 為什麼? 為什麼?你看看你剛才怎麼對老婆 我怎麼對老婆和做生意有什麼困難 炳哥,你也不知道 那個洪老闆在我們商界裡 出了名就怕老婆了 不然有人找他合作做生意的人 都要通過他老婆的關 那個洪太太最生氣那些欺負老婆的人 你剛才被他撞到又不是看得 你這樣對百姑早就掉頭走了 這樣就看不出了 洪老闆這麼大的生意 這個老婆頭頭頭 一家又一家,沒辦法了 沒所謂的 我跟他談生意的時候 我不帶老婆去就行了 這樣不行? 那個洪老闆做生意 就一定要夫妻同行 他也很希望其他人跟他一樣 說真的,炳哥 帶老婆去跟他一起做生意 勝算度高很多 我老婆這樣,我怎麼能帶出來呢 我有辦法,不知道你肯不肯 什麼辦法? 洪老闆和洪夫人 不知道你以前對百姑是怎樣的 只要你在他面前做出好戲 你假裝是很怕老婆的男人 博他歡心,這樣就行了 這樣?很難討厭我而已 炳哥,男人大丈夫能屈能伸 要不是這樣,你有什麼辦法? 你說 這樣? 這樣吧,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就後天帶洪老闆和洪夫人 跟你見面 如果你說不肯,當我沒說 你不肯說吧 貴地棄豬,唯有這樣吧 是呀,鬼廁都要了 阿發 我買了你最喜歡吃的金育鬚回來 炳哥,你回來? 試試試 很棒的 趁熱 怎麼發生牛頭? 來…吃吧 炳哥,為什麼你突然對我這麼好? 我以前對你很差嗎? 坐下…慢慢吃吧 這樣的,有件事我想你幫幫我 幫你?幫你什麼? 是,很簡單而已 你呢,只要你做回以前那麼兇來對我 那就行了 做回以前那麼兇來對你? 難道阿炳哥想找個藉口休了我? 我不幫 這樣也不肯幫? 很容易做而已,你怎麼沒吃虧的? 為什麼你不肯幫你? 我告訴你 我想洪老闆 注資來我們這間舞廳 為什麼他的老婆是正一老虎男? 他喜歡的男人怕老婆 那我就是想你扮演以前那麼兇 讓他覺得我很怕老婆 那他就肯注資進來 真的? 當然是真的 無緣無故騙你幹什麼? 我還是不能幫你,好 你不肯幫我吧? 從今以後 大院的租不讓你收,我收回 兵哥,我… 你一分錢也不能洗 就算買柴買米,買多少就給多少 不是這樣對我吧? 不僅如此 以後衣服也不用難洗,要你洗 洗得你腰亂背褲,十字脫皮 兵哥,不要了 那不要,你來幫我吧 那…我是不是真的假裝的? 當然,我後天見你洪老闆 最多明天替你去百貨公司 買他的新衣服,當獎勵你吧 阿伯,你這次這麼乖,肯幫我忙 一會兒去你鮮賞公司 任你選一件漂亮的衣服 謝謝兵哥 不用客氣 你老闆沒事 熊老闆,龍太太,別人在這兒 隔壁的那個,難道是洪老闆? 是呀,他買過洪老闆的 洪老闆兩夫妻來了 怎麼樣?趁機演戲給他看 演戲?怎麼演?在哪裡演? 買吃東西,先買吃東西… 買吃東西? 先坐下 誰是洪老闆? 老闆旁邊的一個 你怎麼說沒事?我見錯了 這裡當然不做,夠大了 算了…坐回來了… 你怎麼沒錢? 要吃東西吧,要吃東西 乾炒牛河呢? 乾炒牛河就行了 繼續吧 針… 針茶… 發閉了,發閉了 怎麼發? 你茶別喝了 你的茶這麼難喝的 想錄死我嗎? 針茶… 不好意思,不是轉身,針坊 針坊 你們兩個人又在這裡喊仇嗎? 不是 不過… 我不對 這兩位當然是洪老闆和洪太太 針坊,你搞錯了 他們兩位是剛從中山過來的 龍老闆、龍太太 不好意思,你們兩個繼續… 打算了,打算了 打算了,打算了 猜著剛才那個不是洪老闆而已 要不然的話,什麼都被你搞砸了 對不起,炳哥 對不起… 我懷疑你,不知是否有心想搞砸我 不是,炳哥,我沒心的 沒心… 看你現在什麼壞樣 明天怎麼能把洪太太寬心 那你要我怎樣?我已經很久沒罵過你了 你突然要我兇 有時間又怎麼兇得出來的 兇不得出了兇的 你這個做大事,我說你不理你這麼多 你馬上就要兇 馬上要變回以前的老虎了 馬上? 是 老虎了 你走,我走… 你別開桌子 來… 阿伯 你看到我跟女孩子這樣,你怎麼不罵? 怎麼會罵他? 你們這幾個東西 經常黏著老闆幹什麼? 走開一點吧 這樣就叫我罵了嗎? 那…還有我呢? 你也要罵嗎?我怎麼罵? 你喜歡怎麼罵就怎麼罵了 炳哥,你身為老闆 經常跟母女抱在一起 被人看到有什麼好看? 這樣就叫我罵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罵的 你以前很遭遭我的 我以前有遭遭你嗎? 當然有 你忘了嗎?以前我回到家 你見到我身上有個女人的頭髮絲 或是聞到我一股女人的香水脫 你就發脾氣了,又領耳朵 又打,又跪…佛跪 還要跪你洗衣板 又說不准上床睡覺,你知道嗎? 炳哥,你說過要翻舊帳嗎? 我被你氣死,我現在不是翻舊帳 我是提醒你 讓你記起以前怎麼詛質我 那…那真的要罵你嗎? 當然要,罵吧 我…我怎麼罵? 以前怎麼罵你,今天怎麼罵? 臭小子 發點威,大聲點吧 臭小子 小子,小子…有什麼好笑的? 先出去… 還有,你好像以前那樣打我 打你?怎麼打? 你以前怎麼打就怎麼打? 我…我…我…我也是怕 是你怕什麼?我給你膽子 我現在任你打 你怕什麼? 我是怕你故意叫我發我 然後就遮頭遮路,憂了我 原來你呢? 別的事就不會想,這些想得這麼聰明 我什麼時候就唯有你呢? 什麼?沒有,昨天喝茶的時候 你在酒樓當著這麼多人 怎麼說的? 昨天你氣我,我只不停說說 你會是真的嗎? 你們這些男人有哪句真 哪句假鬼知道嗎? 那要怎麼你才相信呢? 怕你了,我…我對天發誓了 如果我因你這件事 而憂了八姑,我不得好死,行嗎? 你…你發誓就當吃生菜的 我信不過 我真是被你氣死了 這樣也信不過… 要怎麼才能信不過呢? 好了…怕你了 我這次要你一定信得過 保證書? 我寫得很清楚了 我譚獻丙向劉麗瓶保證 如果我因你打我、罵我 而報復你的 武廳和大院我全部歸回你 真的嗎? 白紙一字寫得清清楚楚的 還信不信? 看來炳哥,不像是假的 有了這個武廳和大院 就算他真的憂了我,也不要緊 信不信嗎? 信… 炳哥,我保證就像以前那樣 有了這個武廳,這麼晚都還沒回來 這裡是我家 等一會兒看著眉頭眼睛去工作 知道嗎?來 炳哥 炳哥,你回來了嗎?她是… 不就是小麗 喝杯茶,來吧,去吧 你有手有腳,為何不自己喝? 自己喝 別管她 你的嘴唇真是畫得漂亮 你再印一點吧 好嗎? 你怎麼搞的呢? 別管她,作出頭髒小的日子 你怎麼帶她進房間? 你…你真是當我透明的 你叫這個女人走 你怎麼趕人家走呢? 這個大院是我的嘛,是嗎? 我喜歡她帶她那邊,不行 不行 極有此理,你真是當我透明的 那個女人帶她不行 不吃的女人回家,你和我走 走不走? 你走呀,你這個壞女人 你有此理的話 有你也不准來我家 繼續吧… 你真是壞人,你無恩負義的 你有此理的話 你當初露爛的時候,我怎麼對你 認識我的、住我的、用我的 都算了 你豈不是有無有盈 你…這樣就來欺負我 把女人帶回來,都是我的,是嗎? 你是她男人,是不是男人 是不是她男人,是她男人 你相信我,是嗎? 你真是 你真是… 誰逗你選擇? 豈有此理 我演戲,我叫你演戲 什麼演戲? 我找不到你演戲,我告訴你 你…你給我跪下已經錯了 什麼?叫我跪下? 一三分顏色上大紅 我叫你演戲而已 這麼厲害的,我叫你跪下 你記不記得你寫過保證書給我嗎? 你說你反悔的話 你這個大院和舞廳就歸我的 你跪不跪? 不用這樣,是不是? 我叫你演戲而已 什麼事?要乘機報復? 我忍了你很久了,我告訴你 誰有空跟你演戲 你不跪吧? 現在地上也不算了 要你跪下衣扇板 不是禮貞吧? 你跪不跪? 不跪的話 我明天就不演戲給洪老闆看 不用了吧? 跪 走 辭蛋 隨便吧,隨便吧 來… 老婆,你這些粗重的事用給你做 放得開,你跟洪太太聊聊天吧 喝茶… 好客氣,隨便吧 吃一塊吧 你也吃吧,很甜的,來… 譚老闆,你們夫妻的感情不錯 洪太太過獎了 不過我記住了一句說話 男人怕老婆才會發達 不斷說,就像你家的好男人 越來越少了 老公,是不是? 那倒是,像她這樣,很難得 好極了 對了,侯老闆,你不是想來投資嗎? 我們現在沒想怎樣? 投資?我還要看清楚一點 不用這麼急 還要看? 好,我待會兒帶你再看一看 先吃東西… 喝水果,喜歡吃什麼? 吃什麼呢? 西哥,不客氣? 這樣走 梁老闆 再看看 吃什麼?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不錯… 那塊是不錯的 那塊還有一點 怎麼了? 我越想越不妥 那個洪老闆,他看了很多次 要看什麼? 是呀 難道我們真的做錯了什麼? 他不滿意? 沒理由,我們配合得不錯 是呀,沒有人物 你這樣… 我想到了 做什麼? 可能你太斯文那頭 我太斯文? 當然了,經常倒茶滴水 那怎麼表現得出是妻大夫妻 那應該怎麼做? 不是了 找機會你反覆自威 做一次惡老虎娜給他們看看 好,那快點去吧 洪太太…請… 這個就是我們的寫字樓 是呀 請坐… 洪太太… 請坐… 隨便坐… 是呀,喝茶… 喝茶… 我們寫字樓比較小 不過也挺好的 是呀,快點去吧 是呀 伯父,喝茶 這是什麼茶? 這就是你平時喜歡喝的壽味 你怎麼搞的? 我上個月已經轉飲了龍井 重新沖給我 是呀…不好意思… 再沖… 你這個臭老虎,是不是不服氣? 不是呀,我昨晚罰你跪洗三瓣 所以今天特地拿錯柴物來弄弄我 不是,我怎麼敢 八姑,別生氣…再喝一瓣… 是龍井 洪老闆,我們別管他 他倆說平時是這樣的 你那個天上人間合作… 李老闆,我不想和譚老闆合作 為什麼? 你倆夫妻連得和睦相處 互相尊重也做不到 我怎麼相信你呢? 洪老闆,聽說你夫妻倆也是這樣 我夫妻倆? 老公,看來以後有人誤會我們了 譚老闆,我們夫妻倆一向都是 互相尊重,相敬如賓 你不像你,老婆這麼兇 你又這麼怕老婆 本來我對天上人間也有點興趣 但是你這麼怕老婆 怎麼會搞得好沒聽呢? 老婆,我們走 洪老闆… 胡夫人,你們別走,你聽我解釋 其實我倆夫妻倆不是這樣的 我們平時都很恩愛,很互相尊重 不過聽說洪老闆,你很怕老婆 所以我們為了迎合你 所以就在你面前做這場戲 是呀,其實我們倆夫妻倆 平時很恩愛的,對嗎? 這樣我更加不會和你合作 因為沒開始你就已經騙我了 叫我怎麼相信你? 我力了 我力了,等等 平哥… 平哥,那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不過…相仁賽,你可死吃才行 今天我叫你有事談的 好,談…你這個傢伙 我不知道你如果沒事求我 你會玩大出血 不用這麼說 好,看你這麼餓,吃完再說,好嗎? 好,來 來吧 請問,華哥,有甚麼關係? 我這次叫你來 就想叫你幫我賣一台車 賣車? 是呀 不是汽車吧? 就是汽車 華哥 華哥,你不是吧?你平時聰明 你怎麼今天這麼傻 是呀 你以為我新人才還以前那麼風光嗎? 就憑我七十二家大院租的 冷鬼屋住 開架的竹粉麵飯 我身邊有人可以買得起車嗎? 這台車很便宜,是二手車 很便宜,難道人心會賣到蘿蔔價嗎? 我給你那些台車看看 真棒,車主給我們五十萬 我們賣了一百萬 賺到的錢五五分,怎樣? 台車賣了一百萬? 是呀 台車不差的,還不夠十大米的錢? 是呀 但不怕跟你說 這台車主跟保密局特務的女人有勞 被特務發現了,想撞她一大筆 如果不給,就殺了她 她現在想賣了所有家產,走到香港 這樣?這台車賣一百萬真的很笨 如果我們賣了下來 將它翻身,一轉收賺一筆 老實說,這台車是不是有問題? 這台車絕對沒問題 你也知道我的 你也知道了,整家大小要我養 平時我又喜歡買兩手 那我哪有錢賣 好,行,不用找賣家了 我替你賣掉它 你賣掉它? 是呀 新人賽,你有錢的嗎? 總之我有辦法 現在什麼時勢?新人賽 人們把錢換了黃金、美金 準備走路 哪有買那些帶不走的東西 不是…你替我找個買家回來 行了…你賣給別人和賣給我不一樣 對吧?你現在帶我去看車 如果車沒事,我立刻下訂 明天一手交錢一手交車 新人賽,你真的買嗎?你想清楚才好 華哥,這麼想起還要想什麼? 難道你給別人賺也不給我的兄弟賺? 你是否看不起我這個兄弟 還是根本不想我賺這筆錢? 你說到這樣,我也沒話好說了 去看車去看賺錢 行了… 赤穿你給我算準,不要算錯 用料方面是最好的,知道嗎? 好…你放心,我一定會做得很好看 西洋菜,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幫誰大人物做的車套呢? 什麼幫大人物做的車套? 我自己的,沒有車… 你呢?你買車? 什麼?我買車很稀奇嗎? 西洋菜,你吃蒜頭多嗎? 今天早上鞍妹先政在說你 四懷錦借錢,你真是有錢買車 真是 西洋菜,我沒聽得懂吧? 你當我把你的錢拿去買車嗎? 是呀 你以為自己是拿去蘿蔔皮 人家是牛角獎和太子冰 這麼有錢也不買車 你這樣吃得不是害人買車 西洋菜,你也是的 怎麼會無緣無故想到買車? 你倆不懂就不要亂說 一個是土特產,一個是香牙蕉 你知什麼?你以為買車我為了自己嗎? 我為了做生意,什麼是做生意? 就像你們倆一樣 做到十隻手指頭,挖光也賺不到錢 我不同,我跟你說 如果這一筆生意做了 整個車賣得出去 我可以慢慢賺幾十萬 幾十萬? 你別聽他說,他大眼多多少 多多也不夠洩 我閉著你的烏嘴,別管你爹了 我去看看車子 西洋菜嗎? 什麼? 先給點,先訂 蘭姨,其實現在我手上有點緊 不是我賺錢 總之我賺到錢 我年本帶你來給,好嗎? 那…那就是賺錢而已 總之有拖冒險 謝謝… 再見… 不行 蘭姨,她還沒給天道什麼給她抖 是呀,妹妹,西洋菜介紹這宗生意給我 很好,可以賺到幾千元 萬一她沒有天彈,給不到錢給你呢? 不會吧?西洋菜不像這樣 萬一她真的沒有天彈,給不到你 你怎麼辦呢? 你想想,現在的小車 也有很多有錢人要買的嘛,是不是? 萬一西洋菜這次真的發財了呢? 是嗎? 我希望她真的發財,不是假發財 西洋菜,你有沒有搞錯? 這麼漂亮的車才賣250萬? 是呀,校長 你想想,就算騙誰也不會騙你,是嗎? 你這輛車是翻身還是問題車? 不是…絕對不是 你可以跟我去看車,甚至上去駕駛也行 不過如果要看車的話,要加一點費用 交費用? 看車的訂金 還要交看車訂金? 當然了,這麼漂亮的車 如果不交訂金的話 我想看車的人從西關排到東山 那倒是道理 不過這樣,如果我看完車 那這輛車有問題 銀駕駛退環 雅翅當金勢 不過這樣,口說無貧 馬上替我淋個字句先,沒問題 怎麼樣? 校長,什麼事? 你馬上替我替我查一查這輛車 看看有什麼問題 是,如果有問題的話,馬上替我沒收 這輛不是西洋賽的車?有什麼問題? 他想在我身上賺錢 如果這輛車真的沒問題 對,你也要千方百方找些問題出來 會做 你又像這個西洋賽 連牛局長的錢都敢賺? 簡直是太歲頭上動土 老虎頭上經常… 行了…這麼多廢話做什麼? 做事 來,我出去了 我很快要用這輛車了 是嗎 來吧,多漂亮 二百五十萬而已 看看 這麼漂亮的車才二百五十萬而已 炳哥,你真的撿到寶了 西洋賽真是不說得 豈有我心 有筍事第一個想起我 沒理由 西洋賽這人死語也要過刀 他沒理由沒好處 那當然了,無利不起早 如果沒好處,誰會這麼賣力 如果我們直接跟車主說 那豈不是節省了西洋賽那一筆? 也是炳哥的聰明 我一定要查車主是誰才行 也是炳哥聰明 什麼?你現在開玩笑嗎? 現在是什麼時候? 你叫我去看撥撥車? 別說沒錢買 快要有錢,我也不會買了 這麼大價錢,找地方幫他不用說 萬一共軍打得來,我怎麼把他拿走 誰叫你買?我叫你抬價而已 抬價? 是,到時候你去吧 你明白嗎? 西洋賽,你真厲害 這個招式被你想出來的 總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別讓別人知道 事成之後,兄弟我重仇 好…沒問題 明天早上我一定會到 好,不僅是你,我還叫幾個兄弟過去 總之到時候你們裝模作樣 一定要買到一部車的樣子 大家拼命抬價 必要時發生肢體衝突 肢體衝突? 是,就是大家叫駕叫狠的時候 你推我,你推你這樣才行 就是文氣演不夠,還演武打吧 是呀,演戲演成一套 這樣人才會相信 總之一句說了 兄弟我的第一痛感就靠你們了,知道嗎? 明天如果是這樣,會不會出問題? 我們大家又不認識,又沒有排練過 你說你推我,我推你 萬一有人大力氣傷了人,又怎麼樣? 你的意思是說要彩排一下 對,是呀 好…這樣,今晚大三如我請喝茶 大家喝醉,彩排一下 這樣就對了,俗語說 小菜不出,大菜不入 我走了… 好,今晚見… 再見 再見… 三番樓大雪加利 衝散細塗,很欺負你 三人臺 你最近整天不回店 你是不是不回你的店? 我已經跟你說了 我是吃大茶飯的,做大生意的 現在正式通知你 店舖我以後不回了,你作主吧 那你要退股嗎? 誰說我退股? 我只不過是不回店 不管店舖的東西 店舖的東西全權由你負責 但是花紅呢,我照顧分 你說得好像是發抖似的 你也叫做富貴逼人來 走運走得腳趾高 來,新人出去 是 來,藍姨 聽你這麼說,是不是那輛車賣掉了? 是…就算賣掉了 這樣就好了 好不可以先給我一些訂購嗎? 沒問題,人家已經下訂購了 那我就…先給我一點點 謝謝你,你這麼瘦爽,帶給你發財 謝謝… 那你扔我的資料可以還給我吧 賭寫屎有烈粉,恨你嗎? 讓我賺到錢再還給你,行嗎? 上菜 韓國長,來… 車呢? 你這麼心急? 不好意思,這輛車不在大院 我放在十三行的倉庫上 你放心,明天早就帶你去看車 但我看車? 但我看你怎麼騙我,是嗎? 牛會長,你怎麼這麼說? 西洋蔡,你別裝作了 你老老實實交代 你這輛車究竟是什麼耐力的? 我…我跟牛會長說了 我朋友等錢花費 那就鑑平鑑賤,托我轉手那輛車 吃夢了,明明是一台空車 你居然敢給我看下一輛新車? 我…空車?沒可能的 西洋蔡,我查過了 那輛車到你手上已經是第四輛了 前面那三輛人買了一輛車之後 不到一個月,全部都死於非命 所以這輛車到你手才會這麼便宜 西洋蔡,他們說的是不是真的? 為什麼你買些甜蜜聽腹呢? 校長,你一定是搞錯了 你查清楚一點,一定是搞錯的 西洋蔡,你…你正笨蛋 你說什麼事? 什麼事? 你居然買一輛死人的空車來賣給我們 你明知道我們做生意人最講義 你們小朋友看見我發了 就眼睛,專門來靠我 對了,兵哥,你造謠的人造謠的 這輛車是在華哥買的 華哥是我的兄弟 如果他在空車 他沒理由不跟我說,是不是? 你… 別多說了,西洋蔡,前幾任車主的資料 我全部都調出來了 抹著豆豉眼看清楚一點 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明明是百十萬一台車 然後膽敢開架,賣給我們二百五十萬 你胃口很大 一台車八十萬? 難道華哥騙我? 西洋蔡,你不用這裡駕駛吧 我告訴你,這輛空車 放在街上也沒人敢收拾 居然這樣騙我們二百五十萬? 局長,兵哥,其實二百五十萬是值的 我又把這輛車翻身分七 又換泰盤一樣,我洗凸了 別在這裡裝可憐了,還給你一些訂金 局長,退回訂金就算了 我們為了買這輛車,全都搶開了 現在這樣就很沒面子 要他賠一點,不要免費是真的 炳哥說得對 我們局長為了這件事,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你只賠訂金怎麼行? 局長,兵哥,訂金我一定要退回給你們 但損失費我給不出了 我真是受害者,我真的沒那麼多錢 是呀…其實西洋蔡都是被人騙的 拜託你們放過他吧 又關你的事?你是他的乾家婆嗎? 炳叔,畢竟大家都是街坊一場 對西洋蔡單那些錢 我就算斷了他的檔口,我也幫他還 是呀,高台貴山和局長 局長也有兩位貴山 行了…炳少爺,看在街坊家裡的墳上 又看在西洋蔡的確是被人騙的 我們就收回,訂金就算了,就算了 既然牛局長也這麼說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謝謝兩位… 不好意思…牛局長,兵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算了,你幸運了 拍吧,走 不好意思… 這麼晚你去哪裡? 我要找那個人算帳 怎麼樣?找到華堡了嗎? 找鬼找馬,豈有此理 抄運整個廣州都不見人了 明天說他已經回鄉下了 依我說你不要再找了 人家當初有沒有逼你? 是你自己要賣的 你什麼事要跟我說話? 如果我當初說是空車 我會買他的車? 人家叫你就是想幫他找個買主 是你自己想要賺錢自己要賣的 誰不想賺大錢? 那個像你什麼牙招肚大賺 守住這間那間店,哪有發財的 我沒說你賺錢不對,是你自己想賺錢 被人找到貧都不瘋了 你怎麼不想想 那個華哥出來逛江湖的 對了,那宗生意這麼好賺 輪到你去做 當初我問過他為何不賺這筆生意 他說在收頭僅而已 想不到這個古惑仔 你怎麼知道,真是讓我想哄 現在說什麼也沒用 怎麼會沒用? 就當我買個教訓,下次不會再煩 是…這次我就壞了 不過現在你再怨也沒用 現在當勞之急,是搞定債主 你知道我又收車,又派宣傳單 我欠人成新債,你們手頭上我… 你的訂金拿去哪裡? 我請了一群兄弟 打算一起去抬價 就請他們去吃飯吃鬼了 活該,你這麼喜歡搞這些花生 豈不是你到不了大生意 不對,你的手頭上我沒有借錢嗎 沒有 西洋蔡 朱老闆 你停在我倉庫裡的車 是不是空車? 朱老闆,你別聽別人亂說 只是謠言 謠言?現在整個西關都傳開了 你還不想騙我? 我們做海運這飯的 最忌諱就是這些不吉利的東西 不對,朱老闆,其實這麼多年老友呢 西洋蔡,如果你還不當我是老友 你就不要把這種車停在我倉庫裡 把以前駕駛的租金全部結清 還有,趕快把那輛車開走 否則我為人把那輛車推到街邊 後果你自負 蔡先生,拜託你把整車的錢給我結清 我知道…我手上你有點緊 有點緊,你也要結的 呼籃多幾個 快點,我現在… 還有,把那輛車開走 我知道…我一定… 你不要再拖了 我提起多年老友,你要給我機會 報紙廣告都登了幾天 為何還沒人來買車 你以為買油打鬼那麼容易嗎 買車這麼貴,說買不買 看來報紙廣告都沒用 我們要出絕招了 什麼絕招? 自古香車的配味人 我會找兩個美女和車一起拍照 這個廣告一出,一定有人來買車 你瘋了嗎? 找那些美女站在車旁邊拍照 要花很多錢的嘛 你當錢一定嗎? 瘋了,就算我借你,我一定要拍的 萬一賣不掉呢? 不賤我怎知道賣不掉 反正我一花這麼多錢 我不買到那輛車,我怎麼還錢 你還是這樣 免得來 九成新的車賤價出售,看看 成功男人的選擇… 成功男人的最終選擇 九成新的車賤價出售 九成新的車賤價出售 賤價出售 誰啊?來… 蘇老闆 蘇元蔡 你借貨的錢何時還? 蘇老闆,我又沒說不還 說好,你借貨的錢是一個月之後 一次性連本帶來還給我的 現在已經過了半個月有多了 不是,我說 我說買了一部車一定有錢還給你 你那部空車還能賣? 對了,這部車還沒賣 人家有報名死了 那我全會是誰拿 不是嘛,謠言,完全是謠言 我不管你謠言不謠言 我再給你五天時間 你再不還,我對你不是 西洋蔡,你記住,我們走 小人蔡,你拆過車輪來賣? 蘭姨 這部車套我沒用過,很新的 應該可以抵抬一半價 剩下的錢,我用車輪的底 用車輪的底? 你叫阿水不賣車輪給丘富 因為部隊應該很需要車輪 應該賣得很高價 白菜…白菜,白菜 白菜,白菜 白菜,拿幾年震慶 嫌我水不夠嗎? 不是… 我剛才看到報紙上那部車 跟你那部很像 然後我就叫人讀給我聽 她說什麼人高價收購那部車 看是不是你那部 驕車公司高價尋回絕版驕車 真是我的那部車 要我發財 是呀… 發財 你有硬 發財 糟了,她在擦我的車 不要 不要擦我的車… 不是 是呀 怎麼會 我會做這種事 拿著